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杀伤力最强 等级分也雄军第一 他跟孙永征两位年轻的冠军较量自然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这盘棋 激战的场景 王天一直红先走 这一次王天一又加盟了杭州棋院队 也就是说全称叫做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对 实际上也就是说杭州市组织的这么一棋院 值得说一下是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它不仅西湖这个著称 而且现在棋文化开展的是非常好 就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杭州棋院的几项棋这几年都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 那么拿项棋来说 今年他们有三支队伍进入到了全国现代联赛当中 那么全国现代联赛拥有14支队伍 那他们就占就了三支队伍 对 他们占了三个队伍 比这个五分之一还要强一点 对 如果15个队伍呢 他就正好是五分之一 那他们那人才积极 这个小棋手们都要出来了 比赛都很 应该说这个 不错 在这个各层领导的积极支持下 也成为了培养棋手的一个摇篮 那好 接着我们说一下 今天杭州队在王天一的带领下 因为王天一是第一主力 他打的第一台 对 在几个人的配合下 最终是拿到了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应该说的下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洪方采用的是金三兵 金三兵也是王天一 比较喜爱的走法 当然他有一阵也走得近七兵 走过后区 然后接着走五六炮 那个是在两三年以前 他走得比较多 那他最近还是走三兵的比较多件 接下来黑方走 走三级以后洪方 挑编码 走一进一 这些变化都是比较常见的 洪方 炮八平七 黑方 马三进二 洪方 巨九进一 走到这儿就是到了一个分叉路口 就是黑方有多种选择 主流的是向三进五 就是这个期 张老师 这个布局 我记得以前那时候是02 03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一般都走向七进五的 这个变化更多一些 对 更常见一些 这个其实这样 就是说这个风水 软流转嘛 对 这个七向大家走得太多了以后呢 就说的感觉第一个要换口味 另外呢 这个七向呢 最主要是遭到了洪方马三进四 然后这个威胁中兵的 这个 战术的这个威慑 那么后来呢 这个感觉还是洪方机会多一点 对 那本身呢 从旗上来看呢 黑方走向三进五呢 首先是 摆脱洪方这个七路炮 对这个底向的这种遥控 这种威慑 所以说 补向三进五呢 也是比较符合其力的 此外呢 黑方还有多种做法 还有马尔进一 足一进一 居于进三 当然这个最主流的 这个变化 最近下的最多的是 还是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 其第二位呢 就是马尔进一 这个七八十年代走的最多 足一进一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 黑方要加强反击 但是在洪方这个G2进四啊 然后在G9进四 这种逐步的推进下呢 黑方这个形势呢 感觉还是稍微吃亏一点 所以黑方现在就是走向三进五 这个防御反击 先把自己的阵型呢 尽可能先走得厚实一点 洪方接下来呢 也有多种进攻的方法 有先G9平六的 有先G2进六的 还有本局的马尔进四 这个大致呢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以往也讲的比较多 他G2进六 黑方G1进三 洪方G9平六 然后黑方在炮8平九 这样呢 洪方呢 冒险进攻 也可以G2进三 稳健呢 也可以G2进三 再吃掉 之后有马尔进四 和炮击退役 还有兵武吉 这三种攻法 这个变化呢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说黑方这个阵型呢 也比较公文 将来主要黑方是从边线 进行这个反击 这个边族呢 往往要投入战斗 那么洪方呢 或者从中路 或者从这个相对比较 薄弱的黑方左翼呢 去这个压制黑方 这是G9平六 跟这个变化呢 整体来讲比较接近 以黑方也可以这么走 G9平六也可以掌居 对 但是先G2进六 和先G9平六 会有些微妙的差别 实际当中呢 洪方走马三进四 他准备呢 直接呢 来这个威胁黑方这个中路 或者这个策马 这个向前 进一步这个拓展攻势 黑方就十四进五一步 黑方捕势呢 也是比较正常的 他先把这个阵型呢 巩固 对好像也有走G13 直接这个先开入 G13呢 就是说红方呢 就是说既可以G2进六 也可以G9平六 这个都是有这个旗谱的 因为最近一段呢 这个或者说从这个八九十年代以后吧 因为这个原来拱三兵的这个队伍啊 也比较多 对 一个是这个江苏队 在徐天宏这个特大的这个带领下 这个江苏队拱三明比较喜爱 还有就是广东队 广东队 广东队 吕勋 许云川 共三明 就是都走得不错 有一度他们走得特别多 相反呢 其他的这个队伍呢 倒不是特别的多 没有这两个队更加鲜明 给我这个印象是 特别是九十年代 这个 那么后来呢 这个就是 由于黑方这个相三进五啊 这个应该说是收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对 在两千零几年的时候 这个相三进五呢 又再度呢 成为这个流行的这个布局 那么红方呢 各种各样的功法呢 也是层出不穷 就是 也是别有新意吧 那么马三进四呢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当中呢 红方找到的又一种 比较新式的功法 就是两个鞠都按摩不动 而是侧马前进 然后去威胁呢 黑方 如果这个骑 邓中族呢 就显得这个 俗气一些了 黑方呢 简单的 就可以泡花瓶酒 就对掉你就可以 因为你这个马 也没有更好的这个路数 马在中路 这个位置 反而不是特别理想 对 所以说 马四进五呢 王天一肯定不会走出来 他是选择马四进六 他的意图呢 就是说 准备下部马勒金四 奔卧槽 单刀直入 他是两个鞠都先暂时不动 先跳个马 这个棋呢 最早呢 王天一呢 在北京队的时候呢 他也赢过这比盘棋 就是对方走泡泡进一 然后红方 王天一就直接强硬的走 鞠二进五 鞠方的这个位置 不怕黑方这个足迹进一 对 他的意图是 如果你足迹进一的话 我将来马勒金四是个先手 然后鞠二平三把你干掉 就是这个棋呢 它是比较凶的 对 就是让这个棋呢 黑方呢 没有这个平稳的选择 对 黑方这个足迹进一 还是不敢冲的 对 那个炮本来是防守 这个足连线的 对 这个棋呢 这个王天应该说 对这一路变化呢 它还是比较有研究的 对 体会也比较深 然后 另外呢 黑方还有一路变化 就是走足迹进一 这是红方老师走的招法 然后他并武进一 然后黑方就走泡泡进四 后来这个红方老师怎么 又出现了一个弃鞠 砍炮 对 是有什么鞠二进一 然后鞠一瓶四桌什么 然后那个 对 就是有一个棋去砍炮 对 砍炮的一个 这个棋呢 也是双方呢 比较复杂 对 就等于红方要从中路进攻 黑方呢 就偏偏呢 放弃这个中族 准备给你反扣 投炮 对 也是呢 值得这个专业棋手 都去 除了这个进炮 后来还有什么 马尔金一 登鞭兵 然后炮尔金二 打马的一些棋 对 但是那个棋呢 表话还挺复杂的 都是容易形成的 这个子力的这个纠缠 嗯 这个孙永征呢 这个应该说 跟王天一呢 两个人呢 最近几年也是互有胜负 对 在那个前年那个 有些比赛当中呢 这个孙永征呢 也战胜了 这个 对 对 他俩是 两个人互有胜负 王天一赢得多一些 对 相对于来讲吧 所以说这个 后手呢 这个迎战王天一呢 这个孙永征也是全力以赴 他这招棋呢 走得比较稳健 他选了一个 炮花禁刺 相对来讲呢 比较容易把握的 嗯 因为先进炮以后 啊 这个也必须要进 因为你要先出去 他马雷兹是先手 对 他有兵三勤送兵的这个气 先把炮的这个位置先走开 对 他就不给你捐尔进入 这种机会了 那么现在红方 也要马雷兹刺 对 也得跳 因为你不跳 对方要出去捉你 对 黑方 炮二十一 这个马呢 就到这定型了 暂时就没有前进的路了 对 那么红方呢 就出狙 继续出狙 准备要捉炮 对 就是这个 如果你狙平子对狙呢 红方会狙二级连上 对 这个我当时还想 还有个对狙 是不是还有什么 狙六平八的气 还有什么 炮花瓶六怎么 对 这有个狙六平八捉 对 这还不敢打 他就是要对掉以后 再炮花瓶六 对掉以后 炮瓶六也不行 那就又要捉炮了 其实这时候对狙 其实也有可能这个 还挺 就是这个马没跳的时候 有一狙 它狙一平四的这个旗 有一炮花瓶六 对 那这个旗呢 应该说黑方呢 还是有点吃力 因为黑方 右翼呢 也有点空 对 红方这个马 定在这个地方 还挺厉害的 对 它狙九平六以后呢 黑方就只能 推炮打了 这也是官子 就是这个马 对它有威胁 黑方必须得把它 消灭掉 对 或者说 迫使它换掉 红方接下来进去 这都是没有 都是官子了 双方没得选 对 这个旗呢 马子进三是杀 黑方也只能 先把这马打掉再说 那么在这一路 变化当中呢 王提一呢 就说的 还是 驾青就熟 它还是很娴熟的 这个旗盘 就是先这个 还不行 先这个子 然后就换子 对 这时候 这儿呢 就是通过这一轮子 讲话呢 双方 换掉了一个鞠 还换掉了一个 换掉了一个鞠 还换掉了一个大子 对 红方是剩下 鞠双炮马 红方是 鞠双马炮 对 正好是这个局面 是不是应该 黑方 就是 红方更好一点 就是 黑方这个 两个马的位置 都不是特别理想 对 这个棋是这样 就是说整齐上来看呢 就是红方呢 下起来比较简单 对 红方呢 反正就是动两个炮 这个马 这个也不能退回来 就是在这个我们 就是说 一个是形式判断 一个是说 我们棋手的这种 临场的掌握的程度 有的时候 我们要从这两个环节 去考虑 就这个棋呢 相对来讲呢 红方下起来呢 它容易掌握 就是说红方呢 只能现在先晕这两个炮 对 往有用的地方走 因为这个马也上不去 暂时动不了 对 然后黑方的这个棋呢 就是说 由于这两个马呀 对 就像你刚才所说 比较分家 它子力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黑方呢 在防御当中呢 要走得相对来讲 比较精确 它要向中心呢 再慢慢靠拢 这么一个棋 这个局面下 它也就肯定 那只能去登 对 因为红方退去捉 它也没有用 足于据 对 以后足一平二 还有棋 对 红方只能 退一步 退一步 那这个棋 黑方就选择了 对 是G进三呢 还是马八进棋呢 当然黑方呢 这个通过抉择 它选择了G进三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棋 那这个棋就是进入了 比较漫长的 看起来呢 就是双方暂时都没有明显的棋的这么一种复杂的这个垃圾战当中 对 那么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预知后边的战事如何呢 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棋友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讲解 今年全国团体紧描赛 也就是华阳体育碑 全国象棋团体紧描赛的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呢 是红方是王天一 黑方是孙永正 黑方上一步棋呢 走居一进三 来守住中族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棋的进程呢 将是较为漫长的 红方就先居八进一点一将 先让黑方底线呢 多走一步棋 然后再居八退五 准备下步棋来这个捉炮 那么黑方呢 还走得比较 就说的比较守旧吧 他这个炮也没有动 他还是继续支持 直接捕了一手 孙永正的棋风是这样 他走得棋比较扎实 他也不愿意轻易变换自己的这种阵型 不是呢 从棋上来看呢 也完全可以 接下来红方走居八平四 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棋啊 红方就相对来讲比较好掌握 对 他呢 也就是抓住对方这个子力啊 不是很协调的特点呢 想办法运炮 不过这个捕完室以后 这个炮的位置好像有些 还有些尴尬的 对 但是他退呢 他感觉是后手 对 他愿意保留在这个足林县 所以红方也就继续捉这个炮 对 保留在足林县呢 这个黑炮呢 就是将来有反架中炮 直接进行反击的这些手段 对 黑方接下来呢 就足极 因为如果你退炮 退炮人家居四间二 站了足林县 敌退我禁了 那黑方就把这个中足呢 弃掉 那红方就这个就吃中兵吧 对 打掉 这个旗呢 就形成一个 双方啊 子力啊 相互纠缠的这么一个盘面 对 黑方炮 六平五 来打这个中兵 红方 对 红方 冲冲兵 兵武级 黑方正好出居了 对 红方 再不像 红方把自己的阵型啊 再拱拱一下 因为中路嘛 嗯 现在黑方呢 暂时也不好动 对 这个黑方这个 这个红方这个中路这个 是不是 红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呀 这个什么时候 这个炮一走开 冰冲下来 是 那肯定 这个就是说 黑方这个旗呢 中路要小心 对 他先走了足以几一 他怕他泡过瓶酒 对 他就是 是 他先点的 先点这也可以 他也是防止你打冰 打冰他 要打着像 对 那红方 中路还缺旗 对 红方也必须要补 黑方这个时候足以几一 对 中路个兵 但是现在红方炮不动动 对 你炮动他打像是僵 打完这个像啊 这个炮一打像 他又炮平三 比如说你现在 开开 他这么一打僵 这个 你感觉你能出降 下不必有 那个退炮 对 退炮的旗吗 就正好有个平炮打 对 这个旗红方就很痛苦 这个地方 这个马跟炮的位置 这个太差了 对 绝不能让对方 走成这样的旗啊 这个我们爱好者要注意 这个地方 看着黑方这个炮 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有的时候往这一塞 这个红方很痛苦 这个炮关键走不开啊 这个像又要丢 对 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 红方这边又有点压力了 什么时候马一进三一跳 这个兵往下一冲 这要丢死了 对 这个红方这个地方该怎么解决 但红方他就是先出将 他先出帅是为了牵制对方 第一个你炮不能动 对 第二个呢是将来的红方有一些战术的 他是不是以后也可以 下一步也可以炮我平二过来 这样打相就不是先手 对 他实战他是走的 实战他就跳了个马 就是按照这个冲兵的这个计划 跳马 那黑方是不是考虑马八进去跳一下 先跳一个 对 先跳一个 那他是不是可能也考虑平泡 你这你炮你再平开呢 黑方可以 就是我这个马很弱 对 想办法把你这个炮换掉 那我不能冰三机轻轻化 就是你滚我就把你换掉 因为将来我这边会有不少 对 这个中下还丢着 如果你推炮打我 我鞠可以正好退四步 守住这个 我推这儿看上 对 就说鞠四推四正好能够守住 就这个局面 冲兵的时候 然后回来看上 对 这样你滚我就吃你 这个棋呢 这样这中兵过不来 暂时也没什么棋 中兵过我就吃掉你 对 你如果吃我马呢 我就马一进三往里跳 暂时你也吃不死我 对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你还欠着棋 黑方呢不是很怕 另外呢就是说 马八进七呢 我使这个自己最没有用的子啊 发挥他的必要的战斗力 就是不给红方呢 这么多机会 好 另外这个棋 黑方呢不能随意走出将 现在出将 对 现在出将以后 这个 这个出将还是觉得 感觉有些 好 不是 特别的出战 还是有危险 这个没有用出将 还是走马 马八进七 对 那实战当中呢 出将它中炮走开 也没有什么用 对 所以说出将没有 它是空着 对 黑方实战呢 它走马一家 对 它这个 这种棋啊 就说 黑方呢等于 反击的这个心态啊 有点着急了 对 这感觉这边 马上就可以赤子了 但是 大兵 红方呢 这个棋呢 恰恰 对 它不会让你轻易实现 这个棋 红方你看它 现在就动手了 拘子架 你坐 那那得只能跳马线看上了 对啊 你的炮也走不开 走开又杀死你 黑方只能 只能上马 保 红方这个时候走炮平二 它的时间上完全都来得及 它这个桌是个很好的先手 对 把这个足连线站着 这个地方 你的位置不对了 这黑方还要 将来我推炮一打你 我有一个弹子炮 我这个君子平三 还非常厉害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就说红方走上炮平二 以后 感觉这个棋 黑方呢 就吃紧了 对 所以说这个孙永珍呢 在这个面对王庭一的时候呢 他可能这个反击的心理啊 有点过急了 对 他这个 这个项也不能打 打人家吹炮打局嘛 对 就飞你炮了 他可能太注重这边 自己的这个 对 右翼的这个攻势 他实战走 逐一线 实战就继续冲兵 对 那红方 人家退打 对 然后他退局 捉兵 对 红方马九退八一等 对 红方这正好陈希能躲开了 黑方马三内五 红方兵无级 黑方怕我平死 这几步都是 只能这么早 双方带有强制性的 对 这儿的棋呢 我们看啊 就等于是黑方过了一个编组 红方是中民过了 最主要红方这个鞠太厉害 对 他卡在这个位置上嘛 让黑方这个马炮都受签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打势 红方就进了一个老帅 他就是怕你 将来万一这个打势以后呢 有刷一样 有吃相啊 有这些手段 还有麻不尽期啊 这些 黑 红方呢 就是王天一呢 从稳健上考虑呢 他觉得这个棋也好把控 所以这个功不忘手 先把老帅进来 避开这个风险 然后呢 再徐州进攻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鞠子平三 也能够抢张物质 但是这个棋 黑方 双方一人都有一个弱马 对 但是红方呢 这个棋呢 主要是鞠比它鞠厉害 这个鞠位 对 在这好像没什么用处啊 现在 就是说黑方这个鞠呢 它是防御的鞠 它对它没有攻势 红方这个鞠呢 是随之要吃足 那就是张老师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红方这个 现在优势 是不是有一点扩大了 对 这个中民过河了 对 走到这呢 我觉得黑方只能走炮的队一 先防守一步 然后再说 看你是怎么走 对 因为这个炮啊 总被红方这个鞠吊住 而且别着自己的这个相眼啊 他没有逃 他走足于平二了 对 我觉得他就是想尽快这个冲兵嘛 但是这个棋 最主要是红方这个阵型啊 是御守于攻 看着他很柔弱 是 但实际上他这种 防守 黑方呢 是有富裕的 对 这两个炮 真是 太结实了 对 都在这防守 红方 炮金刺发出 这个炮打出来了 对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意思 先炮七退一 对 就避免你去打这个炮金刺 不让这个红炮 有更好的这个 顺利出击的这个条件 对 对 然后呢 这个棋呢 红方打出以后呢 黑方呢 这个打兵也挺巧的 正好 黑方感觉这个棋呢 动作还慢 他 他又麻烦进棋 对 黑方就跳进来 他老 红方就炮的一样 打他 对 打一下 对 这都是先手 那他又马七退八回来 他不愿那个炮 对 回来这个鞠过来了 这边又没有攻势了 所以他就马七退八 防守了一下 这个棋的王天一呢 就是说他走得也很 对 他就直接强硬 对 冲了个兵 他也不捉你 捉你 他马七 有可能什么登兵啊 对 这个棋他还 对 黑方现在再继续贯彻 自己的思路 对 他就下了个兵 红方呢 就不理他 就双方呢 你走你走我走我 双方这个 双方这个 对这个局面的判断啊 都是 是 这个棋子就等于是 每步大法都很强硬 红方呢 强行把两个兵呢 过河联手 对 黑方的这个族呢 也靠近红方的这个 啊 底线 刺激线了 对 然后呢 最主要黑方这个族 能不能发挥作用 红方是兵勾战广 这个是肯定的 对 黑方居四季一 这个居位也不好 他先长一步 红方兵七平六 啊 他是居四 对 平居捉了一下炮 嗯 他想呢 交换一下 交换好 那不是就把那马 能够锁住了吗 对 那红方 他先炮 平散 黑方呢 感觉要是推炮的话 怕他居四平把这族捉死 那么黑方呢 辛苦走了半天 这个编组啊 被消灭了 这个他没有想到 红方这两个兵 这么 对 这么快 这个就连上手 那么黑方呢 打破了这条线 强行浸泡把底势打掉 对 这个旗实际上并不成熟 对 也是背水一战了 这点 他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旗呢 就是说红方的物质啊 太强大了 可能也是他对这边的攻势 估计过高了 所以说这个黑方呢 这个致命的两个 这个错误 就是这个一个是 当时一个马发进行 不应该去进攻 第二个呢 应该炮刺退役 先守一招 还能比较顽强 那这儿呢 红方橘色淋巴一捉到 这黑方这个拼得太狠了 这个终于走到这儿 也没办法 拱完人 人就把你吃回来 现在的问题是 红方 把黑方的攻势都守住了 对 而且呢 净多出两个固化兵 这两个兵太大 对 黑方进居捉 当然红方不会退炮 退炮他拘八平六 这个还麻烦 对 这样就丢失了 对 这个红方 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红方呢 人走得很巧 就拘八级 强行看上 你捡我 我就退地炮 我这八路居 攻守前备 现在这个居马 组成不了攻势 对 最主要我这两个兵啊 就是相当一个强子 对 这两个兵跟一个马 或一个炮的 这个实际价值呢 是应该是接近的 对 那么黑方也看到这个棋呢 由于物质上呢 悬殊太大 他索性呢 也不防守了 因为他觉得防守 前途也依然是暗淡的 索性就 放开给你对攻 最后是孤注一掷的走法 对 那红方 就炮几瓶酒 就顺势展开攻势 黑方 马 八进酒 红方就下底炮 这个底线也没办法防守 对 黑方 出将也肯定不行 对 出将 红方将来大不了 退个向 他再把向一元 这个炮随之可以过来 对 你要是支持的 也不行 红方也是冰入基因 再冰入基因 冰冲得太快了 这个冰呢 连出三步呢 就到位了 就是红方是可以进行防御的 而黑方呢 这个棋呢 主要就是黑方 这个从开始 这个拼得太狠了 现在就是 没办法收回来了 这个棋 对 那这个黑方呢 就走 九进八 对 快马下编吧 争取速度快一点 开始反击了 拘一将 黑方只能落实 红方就 下兵 兵六级 红方呢 就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炮 皮脸炮 你也将不死我 将我就电炮 你吃我炮 我就冲你拘 没办法 黑方呢 就说的 看守一守不住了 他就马八进六 跳了马 然后红方兵六级 继续 黑方马六进四 这是一个偷杀 对 这个时候 下部拘八级 马四进三 就僵死 杀棋 红方最后一部棋 就捕了一条事 这样你怎么就 将不死他了 他下部棋 红方再走 兵入锦衣 吃炮也来不及了 吃炮也不是杀棋 吃炮他就不理你 对 你怎么杀事 没有第二将 对 出将 对 所以说这个棋走到这儿呢 黑方看到这个形势 大势已去 对 就只好认负了 那么这盘棋呢 应该说这个 王天音 这个近乎完美的招法 对 在这个黑方 击退了黑方 并不成熟的这种攻势 对 最终呢 红方取得了胜利 那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 大家今天的这个收看 今天的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再见